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关节的紧和把玩时候的一个刮漆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从车型大小上面来说 这款的最高长度达到了27.5厘米 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产品 和官方原版的一个对比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真的是搭上很多 而且我手上这款官方原版也是增加了橘漆玩具家出品的细节贴纸 所以在细节方面其实是加强了不少 相比较于原色已经是很突出了 但是跟这款一比差别性真的是非常大 首先是整体的一个配色 整体的配色来说 这次的配色更加接近于电影这种暗色调的一个感觉 骨架上面是选用了枪铁色的一个涂装 相比于官方这种塑胶原色 质感上确实是好上了不少 在车头的一个分色方面 做的是非常细致 烟团不分 我这个橘漆的一个贴纸是贴出了这种烟团的一个槽 而且里面还是这种偷胶的一个结构 而这一次的放大版本是直接做出了这种粗烟团的一个结构 里面的偷胶也给它填补了 并且做了一个很小的一个浅维度卡扣 你实际上怼上去之后 它有一个非常浅的一个维度卡扣 但是这个卡扣的一个作用性并不是特别强 再来看一下车头的一个细节 首先两者的一个细节涂装不是特别一样 在一些倒视镜的部分和一些Mark的一个标志方面 这一次的MT也是做了全面的一个涂装 包括车窗部分 包括前车窗部分 也是做出了单独的黑色亮面分色 看起来会更加有质感一些 相比较于原色版本 我就不用多说了 大家各自看一下 包括车头的这种散热孔的部分 也是有了一个银色的涂装 再来看一下车头比较让我惊艳的一个部分 说到这里 它这一次连Mark的标志 也重新的进行了一个重涂 可以看到前面的车灯部分 印了一个标志 我不知道真车是不是这样 但是印刷的一个细节涂装 还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顶部的部分 也是做出了一个预留涂装 所以说在涂装方面 真的是碾压原版好多好多 再来看一下车身的部分 大家也是比较关心 首先油桶的配色区别性很大 如果说更加还原电影中的一个配色的话 我相信MT这款应该是更加还原 轮毂部分是有一定的改动 大家细致的看一下 官方原版的偷胶轮 这一次也是做了一个相应的细节刻画 但是轮胎的一个滚动性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对比于官方这种流畅度 还是差一点 再加上变形手感过于声色 这一点也是这款玩具的一个弊端 再可以看到一些骨架上的这些 在原版的方面都是这种塑胶原色 再来看一下MT的版本 上面全都是金属漆的一个做工 这一点倒是很不错 再者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大家可以看到车尾部分 增加了两个副轮 这个副轮是在电影中 有所谓的一个设定 而这个轮胎有一定的活动性 但实际上它的变形并不影响 所以说两者还原度来说 MT还真的是略胜一筹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这款玩具的 几种形态的一个变形 顺便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首先我们先来调整的就是它的大头形态 因为它这个大头形态会比较好搞定一些 前面的卡扣也是一样的 通过两个滑槽 我们把车头这个位置取下来 然后这个烟囱部分 由于是做了一定改模 这个地方适当的要调整一下 避让一下 为了防止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刮蹭的一个现象 把顶端的这个部分拉伸开 拉伸开之后顶端这两片给它翻折出来 整个的一个阻尼杆来说 都是偏紧的一个手感 所以说在把玩的时候 还是会出现这种漆面刮蹭的一个现象 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怎么说 这个就是放大精涂的一个通病 之前在别的放大精涂的版本的时候也说过 这两片给它正常的放下来 这时候先把车顶盖这个部分放下 两侧夹住倒视镜的这个部分 再把这一片放下来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巨大的一个大头出来了 整个的这个涂装 第一次变形的时候确实是非常轻电 再者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改模 首先我们先把下牙齿这个部分拉下来 可以看到这是有一个旋转的这个位置 它增加了一个搅拌大师的炮台模式 单独有这么一个炮 相比较于官方原版的这个两个炮 它多出来一个炮 这个也是可以模拟搅拌大师的 这个炮台的那个玩法 这就是它的整个的主大头的这个位置 接下来我们再来试试把车尾这个部分做一个变形 本身的变形来说 跟原版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按这个顺序操作 主要的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整体的变形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然后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出现了 就是这个人形的头部 这个位置它是没有粘死的 所以说这个头部很容易崩出来 这个小问题 就拿胶稍微粘一下就可以 然后大头这个形态 就简单给各位做一个展示 其实到最后本这个大头形态 各种各样的一种五花八门的玩法 我们就先以这个官方原版的这种操作 来进行一个大头的展示 两侧的腿部打开翻折 对于其他的这种合体形态的这些玩点 还有一些其他的玩法方面 我个人觉得到最后本的合体的时候 或者是说各位在多进行一些摸索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些 整体的卡扣方面来说确实是非常简 可以看到我刚才拔动的时候 力气都是挺大的 这一点也是至始至终 存在于这款产品上的一种感觉 枉体的感觉来说 都是比较紧实的一个手感 紧实一些相比较于松的一个感觉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些 至于这个后面这个车轮的部分 其实真的没有多多影响 直接是把它收纳到这个里侧就可以 卡扣包括用料方面来说 都是可以放心的暴力把玩的 这点没有什么问题 手轴的部分先调整到这个样子 它这底下有一个滑槽 这个滑槽的部分顺势 我们就可以把它滑进来 但相比较于之前的原版 我觉得它会更加的好操作一些 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原版的卡扣过于的纤细 而且料子方面来说 可能会更加的容易显出白痕 但是这次的料子就特别厚实 所以说这款在整体的把玩下来方面来说 除了紧一点之外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车头这个部分 原本车头是要这样放的 但是由于增加两个轮胎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我感觉这个角度来说 不太那么好擦 我这一次就放弃了这种玩法 简单跟各位说一下 然后这个部分还要说一下 就是很多人说之前的原版的时候 这两只手其实比较爱事 这一次它是一个C型扣 其实你可以给它拔下来的 这个也是我在把玩时候发现的 那这个官方原版 这些位置我就不变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合体形态的大头 主要是比较惊艳的 就是这个大头 其他的配色 其实在载具或者人形方面 大家看的也就七七八八差不多了 所以说主要就是这个大头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对比性来说 还是非常强烈的 OK 看一看整体的一个涂装细节 这一次MT选择了亮红色 加上亮银色的一个骨架 进行一个点缀 眼睛部分的细节刻画 更加的凶狠一些 然后眉毛这个部分 有还原电影中 这种白色的条纹的一个涂装 包括侧面的这个涂装 确实是好看 但是比较可惜 是这个脸颊部分 并没有附带配件包 我估计可能是回头的后面这几款 会把这个配件包填组上 有点像之前局棋玩具出的 把他这个脸做成这种可活动的 区别点也挺大的 就是这个下颗的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反向来做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部分 它多了一个炮筒的一个设计 这就是证明 它可以做一个炮台模式 当然我对搅拌的炮台模式 并不是特别热衷 所以说简单的给各位科普一下 说它多了一个炮筒 是可以搭载炮台模式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整个产品的一个人形状态 这款的一个变形 说实在的也不算是很难 但是反反复复的一个调整阶段 还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为了节省大家时间 我就快速一点给大家进行一个变形 给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就行 本身这款产品 大家并不是特别陌生 所以说对于整个产品来讲 也没有什么过多讲解的 注意一下卡扣的一个收纳 就是这两边的滑槽 和这两边的一个长凸 我们通过滑槽和长凸 给它滑进去滑到底 卡扣一锁定 这个车头就变形完成了 这个车头其实不用多管 我们就把它简单的来解锁一下 本身我是比较喜欢这种造型 比较怪异的点 确实这款搅拌 也是算是造型的比较怪异的 还是比较喜欢 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烟槽 它由于是放大改模了 所以说在把玩的过程里 它和这个倒角的部分 它其实是有一点变的 所以说适当的避让以下 可能会对于漆面的保护 会更好一些 第一次变形的话 这个位置的一个手感 会比较生涩一些 这个也是在我把玩时候 遇到的一个点 不太怎么舒服的一个点 所以简单跟各位说一下 再者就是这个部分 我刚才已经说了 头部这个位置非常容易掉 所以说一会儿 我给它进行一个安装就可以 这个也没有什么过多讲解的 刚才有一个点忘提了 就是这两侧的一个造型键 如果你想推车 稍微流畅一点的话 我个人建议 这两侧的这个造型键 是要冲钱的 它这一次的手 也做成了可动的关节 而且是可动的手型 所以说在手型方面 会更加的舒服一些 然后这一侧的这个造型键 你可以选择这样放起来 这个后背的卡扣 这个部分给它卡上去 调整一下重心 手部调整一下位置点 这个部分稍微可以立起来 这个霸气感和张力会更足 至于手型的一个摆放 看你个人是喜欢什么样的一个造型 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我说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最后上点胶给它粘死 我觉得就比较靠谱 整个这款搅拌大师的一个人形 就变形完成了 先来说一说两者的一个不同点 说完不同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款MT的一个放大的细节 车型形态的小侧轮 官方的没有 这个MT的有 再者就是配色方面 配色方面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这个主体的这种深色的颜色 确实是很好看 该有的一个分色涂装 也做的非常细致 脚部呢 它增加了一个活动关节 这个脚部呢 有一个接地 对于整个产品的一个接地性呢 会更好 手轴的这个部分 手轴呢 它也增加了一个活动关节 并且呢 没只有两段的一个活动性 对于手部的一个把控性呢 也会更加到位 关节上面的这种漆面的一个涂装呢 确实也是很惊艳啊 一会儿我们来看细节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分色方面呢 也是区别性很大啊 MT这款呢 在一些细节的涂装方面啊 真的是拿捏的死死的 那我说一下 这一次MT呢 是增加了一个这个所谓的炮台 这个炮筒模式 如果你喜欢DIY 或者是喜欢这种 搅拌的这种炮台模式的话 你完全可以啊 把这个东西啊 做成这种炮台模式啊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专注MT这款产品的一个细节 大家也是想看一看 整个产品的一个细节量吧 首先呢 先从这个头雕方面来说 这一次头雕呢 我说了 我觉得是比较松 而且头雕方面呢 有一个涂装错误的地方啊 也不能说涂装错误 我觉得应该是工厂处理的 不是特别得当 你可以看到这个复眼的部分呢 它是三对复眼啊 然后呢 你把这个面罩按上去之后呢 可以看到面罩下方的这个部分呢 是红色的一个涂装 我觉得应该是复眼部分 是涂装红色的 面罩部分呢 是金色的一个涂装啊 然后把这个复眼透出来 我把它拉近这么大 你可以看到这个细节 真的是特别好 脖子部分呢 是有两段的一个活动关节 前后的一个活动性 再来看看胸口的这个部分 胸口部分的这个细节分色 做的还是非常舒服的啊 这种亮银色啊 枪铁色的一个骨架 包括这种深色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还是很好 然后这个地方的一个关节 真的是非常紧 如果说你怕有什么 大翼或者闪失的话 建议啊 把这个地方的球板部分呢 低点关节油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呢 烟囱部分也是做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啊 又粗又长 而且呢 上面布满了这些凸点啊 我在说什么东西啊 反正呢 就是很大很过瘾 再者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手臂的这个部分 手臂的紧直度 关节方面来说呢 我觉得比较适中 明显可以看到 关节这个部分呢 是做了一些上游的处理啊 这个也是厂家 怕可能关节过紧 前后的一个活动性 小臂的部分的一个细节涂装呢 细看之下呢 其实真的是非常丰富啊 但是呢 如果细讲下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颜色 有点丰富过头了 而且呢 颜色呢 是偏亮了一些 如果呢 整个骨架呢 是偏这个深沉的配色 稍微做一些点缀的话 我相信可能会更好看一些 包括呢 搅拌桶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分色呢 相比较于之前官方的原版呢 它应该是做的配色 是更加接近真实的一个涂装 手爪部分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平转关节 拇指部分呢 有两节的一个活动联动啊 整个的一个感觉来说呢 也是比较紧实的 腿部的这个位置呢 和正常关节是一样的 虽然是放大的 但是并没有做这个齿轮关节 但是关节的一个紧实力度呢 各位现在可以看到啊 其实是很放心的 我手这么拎着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腿部的这个部分 平转的关节 屈膝的关节 它都是做的这种漆面的一个处理啊 脚掌的部分呢 虽然是没做这个脚踝的一个接地 但前脚掌呢 有一个接地 对于摆造型来说呢 也会更加的帅气一些 前面这个炮台这个位置呢 是做的一个炮筒模式 对于整个产品来说呢 简单的做一个小的总结吧 相比较于官方原版呢 它确实是细节的涂装呢 做的是很精彩 要相比于前四款产品的 我觉得要更上一层 虽然是搁了一年的时间 但是这一次涂装 确实是非常给力 除了关节呢 是偏紧的一个涂装 整个的一个大毛病不犯 小毛病呢 还是有一些星星点点的 就是希望厂家呢 在一些关节的一个松紧度呢 要是调配的更加适中一些 会更好 我也挺期待的 最后的这几款产品啊 尽快出尽快出 出完之后呢 做出一个合体的话 估计这款产品 最后的合体 也得有一米多了吧 也是一个挺震撼的一个产品 再加上这个涂装呢 属实是很漂亮 如果说这款产品 作为一个单体战士 或者合体形态的一个展示的话 这款产品也是足够漂亮 足够精艳 好了 丑了一个今天的简短时间呢 就简单去跟大家分享这款 机械战队出品的 MT05SS大力神 放大精涂改模的脚搬大师 希望大家能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by bwd6